大家好,我是Kerry 今天Kerry說我要帶來這裡 我可以說是全國 應該是數一數二漂亮的媽祖廟 胡偉的十八媽祖廟 GOGO 好,現在我們要到 十八媽祖廟對面的這個 石雕媽祖園區 一年開放四天而已 1號到4號 好,我們準備進去了 哇,真是沒有動力,非常漂亮 這個曲靜通幽 哇 他的那個 造景啊,古葉松 還有他的茶花 桂樹、中樹、柏樹都非常的漂亮喔 菜眼,蔡文基 他的胡家十八婆 那個古琴名曲啊,非常的厲害 可是也是命運乖傳啊 遇到了曹操這個人 就不是很好的 這邊很多這樣雕像耶 這個蘇東坡 蘇士不用多說的啊 六絕才子啊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厲害 但是石雕超多的耶 這個是 岳飛 抗金名將 這邊有 上頭兩個是 應該是四海龍王的兩座 對,沒錯,後面還有兩位龍王 這是諸葛亮 哇,這個 好美 非常精細 好美 非常精細 辛苦 好,剛剛看到蘇士我們現在就看到李清早 其實李清早跟蘇士是有點關係的 因為他的父親李格飛啊 李格飛非常厲害的文學家 那他也是蘇門後世學士啊 因為蘇門後世學士啊 第一批是黃庭堅他們 第二批就是李格飛他們 第二批就是李格飛他們 清早阿姨 這個造型真的是 超美的 好,我看這邊還有誰 好,班招 班招,繁固的妹妹喔 我們讀的 漢書夫 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寫的 屈原 欸他沒有造時代 屈原 一騷的挫折 屈原就是 不想要賣掉楚國啦 所以他不跟那些奸商 貪官為伍啊 所以他是主戰派 主戰不管怎麼樣 要自己的軍備的 可是 大家不想理他 然後楚王呢 相信一次他 然後後來就不相信他了 所以他就很難過 就自殺了 後來楚國就滅亡了 所以其實 從他的故事可以知道的書啊 還是要好好充實自己的軍備啦 商官婉兒 中中的 唐中中的 女朋友 老婆之一 我第一次看到 上官婉兒的雕像 然後那個 武哲天也非常喜歡他 武哲天也非常喜歡他 上官昭容 中中的 武哲天非常喜歡他 也拿來當 他以前稱為 被稱為 金國女宰相 被稱為金國女宰相 被稱為金國女宰相 在中中的時候 他非常的活躍 他在武哲天的時候 更是受到重用 范黎 我們知道 西施啊 就是他 他把他挖掘出來的 這是我們說的 陶珠宮 商業之神 這邊寫一個 那個 陶珠宮的 金商十八折 其實這個 金商十八折 應該不只是 金商來使用 每一個都可以使用 做人處事都可以 這個真的是 他雕得好細緻啊 好 繼續往前走 然後這個 這個有點像天壇左右 兩邊的石柱 上面應該是一些神獸 什麼 其實看不太出來 這邊真的好漂亮 這個小亭子 桂花 這個桂花真的好漂亮 然後山茶花 桂花很高耶 這桂花非常的高 山茶花照顧得非常好 高材盡好的東西 這個再過一兩個禮拜 應該會非常漂亮 這一顆 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個 萬年商伯的石魯母 應該是仿 是 桃天洋是遠的 這是那些荒的 好漂亮 他有點類似像 中古舞台那樣子 是夜鬼 石雕媽祖身上 哇 可惜背光喔 沒有辦法開得很清楚 扶手很巧妙 花瓶接蝶子 接一个石雕 这个view很美 很漂亮的建筑 上面还有 妈祖的 旗舰的一个圣像 它这里的作用是洗手间 对不起对不起 第一朵樱花 早音啊 落雨收 香草 来往上台 平安又健康 好美好庄严啊 好庄严的武才神 来 转化后面来 祝你所有频道的朋友都能够得到幸福 来快点来 往上台 请你往上台 投往上台 投往上台抱你的名字 谢谢 这就来 青苍者 這裡有很多這種路的一個燈喔 他取的意象應該就是 浮露的那個加關進入那個路 好,剛剛就有了,在哪兒啊 清張閣沒辦法看 這邊是非常美的媽咒 請問可以進去嗎? 不會不會,謝謝 試試看一下這個 非常的戲劇喔 再來我們要去這個 好像是類似天台的地方 這個聽說也是不常開放啊 飛斗星君 這叫玉皇閣,玉皇大帝 麒麟 南斗星君 天仙玉米,地霞有均 因為,他很難得看到這麼戲劇本麗的雕像 非常的莊嚴 嗯 要吃,嗯 老闆 味蜂章 將來 墨菇 醬 我们现在顺积变了 小胖 難中止故 所以 在曲心閣那邊現在目前正在進行的是 他們要把財神引回去取法媽祖廟 因為那邊不能錄影 所以我們就遠遠在那邊來聽他的音樂 因為我覺得還滿厲害的 這些小朋友所納的音都很準 非常厲害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去壞面 去門口等 那捕捉看可以捕捉多少畫面 就捕捉多少畫面 我們就遵照廟方的規定 我們要說不能錄影 我們就不要錄影 那現在來看一下 好剛剛儀式已經到全部圓滿了 那剛剛儀式是不能錄影的 所以我簡單大概講一下 他主的機身從曲心閣起 五彩城出來之後 就剛繞園區繞一圈 那沿路他看到每一個 像神像的地方或一些地方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點 他會去做法式 然後完了之後 會到我們的廟裡面 在廟裡面也是一樣 沿路做法式 然後最重要他到 已經這幾天 初一到初四裡面有一個 像是七星橋的 裡面有很多的神像 然後再把他請回來 請到廟裡面去 一個一個把他請到廟裡面去 然後在沿路請到廟裡面去 在沿路或者是在圓滿 在圓滿之前 他送很多的禮物給 這邊回觀的群眾 很多的信眾 像有蘋果橘子 糖果 會員 然後福袋 比較特殊有送文香筆 就是這個毛筆 像這一隻 這一隻毛筆 就是剛剛 剛剛那個機身直接拿給我 直接丟給我 直接在我旁邊直接拿給我 這樣子 非常的意外 非常的開心 今天的影片還可以告個段落 喜歡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KT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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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